有新加坡来台旅游的观光客 到台北士林夜市一家餐厅吃饭 加点了西瓜汁 结账才发现每倍要250元 事后消保官稽查发现 业者事先没把价格以及西瓜汁内容写清楚 已经违反消保法 这家位于士林夜市的餐厅 门口招牌中英日文都有 卖牛肉面 小笼包还有各式套餐 招揽外国观光客 餐点要价200到250元不等 但里面还有卖西瓜汁 一杯要价250 六名新加坡观光客 点了七杯西瓜汁 就要1750 怎么算都觉得不合理 一状告上消保官 消保官前往稽查后发现 菜单上根本就没有西瓜汁这一项 是事后用签字笔补上的 餐厅业者解释西瓜汁要卖250元 是因为有许多顾客 指点饮料就做很久 但这家餐厅的20公尺以外 也有小摊贩买现打的西瓜汁 同样500cc只要30元 虽然餐厅跟摊贩不太一样 但民众还是觉得 价差八倍太夸张 没办法接种 为什么 接种好贵哦 就是在骗外地人的生意啊 所幸这六名新加坡观光客 购机警找上了消保官申诉 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台湾 但消保官还是会持续透过电子邮件 帮忙他们向店家协商求偿 记者林政务郭俊玲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